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肿瘤PDL1蛋白的高低 會否影響免疫治療的效果 整體來說 如果肿瘤PDL1蛋白表達水平越高 免疫治療對病人的效果就會越好 病人的整體存活指標也會好些 但無論在研究或臨床上 我们都见到有很多PD-L1表达低的病人 用免疫治疗再加化疗或其他药物的合併疗法 亦都会被单用化疗同样有效地延长他们的生命 所以PD-L1的蛋白指数高与低 已经不是病人接不接受免疫治疗的考虑因素 时至今日,免疫治疗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临床数据 所以我们都很有信心利用免疫治疗去医治 不同种类的非小细胞肺癌的病人 梁先生,多谢你今天为我们解答了有关癌性的问题